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实际上说人与人之间 就是透过语言的沟通 但是有时候你遇到了外国人 比方说希腊人 希腊人希腊语我们很少人会讲 假如两个人都不同 英文的时候 我讲台语 他讲希腊语 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但是没有办法 有一个共同沟通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在一起 因为去参观老板的酒庄 然后拿出酒出来 然后我们共同举杯 喝下一杯酒 这样就好像是沟通 人与人之间 有时候剃过一条香烟 或者说举杯一杯酒 相互敬一下 就表示一种无声的语言 所以这首诗 我跟这个酒庄的老板 赵一张相 他拿的是 他的酒 我也拿了一杯杯子 表示说我们两个 好像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这个情境里面 我就说 酒干一杯 好参照 我们很多人 在讲生意的时候 都会到酒楼去 那在酒楼喝酒的时候 喝下酒的时候 有时候就好像 拉近了距离 两杯喝下去 惊得正 三杯喝下去 什么事情都要 都好参照 所以有我们的 像我们台湾 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 都有跑到酒家去 尤其有一些 喜欢香味 粉味的生意人 他们也可能 也会 最用 喝酒的 这个情况 然后来做一些 他们想做的生意 这是一种 世俗的高情 但是 我们今天看到 这样的一个图像的时候 我们也会想说 各国的 饮食文化 饮酒 是一样的 但是 在我的观察里面 西洋人饮酒的时候 他不会向我们台湾人 一杯干下去 他们会慢慢的品酒 所以 他只举杯 举杯以后你浅尝 浅尝之后 心一道了 但是 我发现说 我们台湾人 我举杯的时候 我一定一饮而尽 你不一饮而尽 好像对不起 这样的一种观念 应该要改进 其实 品酒是一种 非常深刻的 你要品酒 它的味道 它的香味 它的感觉 口感怎么样 慢慢的去品 才能够品出 这个酒的香气 或者的话 你好像牛云 就没有办法 吃出这样的东西 所以 在这里 在说酒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 我们的酒的文化 西方饮酒文化 跟东方 跟我们台湾的饮酒文化 应该做一些 彼此的交流 在交流过程里面 我们应该要慢慢修订 我们自己的饮酒方式 这对台湾人来说 是真好的 这个想法 酒 技研 高通的工夫 社医 台医 公卫通 酒甘一杯 好参照 两杯落后 兄弟情 无三不省力 三杯落后 什么事情 不用放心头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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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